亚西埃魔力超群 轻轻松松拿下了营翼巨刀团团长诺塞尔 和他的整个魔法骑士团 除了大舅哥诺塞尔 其他兄弟姐妹几个 连站起来正视亚西埃的勇气都没有 诺埃尔将兄长索利德护在身后 并宣称要把亚西埃当作要打倒的敌人对待 大舅哥向来心疼诺埃尔 他知道诺埃尔在黑色暴牛团的这段时间 确实成长了很多 变强了很多 但是没有水精灵温蒂尼护铁 他恐怕也很难和母亲战斗 大舅哥没有把握 诺埃尔也是一样 但只要他有一分泄气 他就会想起那个失落灰心的夜晚 那时候阿斯塔被送走生死未卜 他伤心的在小树林里掉小珍珠 他很自责 在阿斯塔与卢修斯交锋的时候 没有帮上忙 想着想着 他就开始怀疑人生了 虽然竭尽全力没有达到剩余 但自己这一年里 应该也稍微变得更强了一点 可是这些奴隶 在卢修斯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即便再如何挣扎 也无法改变任何事 这种无力感让他心透一片雾霾 但只要想到阿斯塔 他就充满了希望和能量 他相信阿斯塔一定还活着 只要如此坚定的相信 他就不能自暴自弃 为了让他能随时回来 我要保护这个国家 我要变得更强 想到这儿 诺尔立马振作起来了 他正要离开海湾 贾赫诺就来和他打招呼 贾赫诺还是从前那副阳光开朗的样子 他这次是专程来请诺尔帮忙的 这一段时间 海底神殿发生了很了不得的事 诺尔有点茫然 海底神殿的事自己能帮上忙吗 但贾赫诺比他开朗乐观 还反过来安慰他 没事 现在的诺尔肯定没问题 一看就知道 你已经变得非常强了吧 而且我想 这跟四叶草王国 还有世界即将遭遇的危机有关哦 都说到这一份上了 诺尔当然不能坐视不离 他跟随贾赫诺来到海底神殿 随后就见到了那个闹事的主 这是一条庞大无比的巨龙 他披着坚硬锋利的黑银 盛气凌人 瞧着架势 不像是很好对付的样子呀 但贾赫诺告诉诺尔 这时也知道海底神殿 自古供奉的海参大人 海底神殿一直有个传说 勇猛的海龙 会在世界即将毁灭之时 从长眠中醒来 正如神话那般 海参大人苏醒了 海龙叙穴道德的说 世界的危机来了 我要战斗 因此 我需要强大的契约者 诺尔寻思 这说的不会是我吧 还没问 贾赫诺先开口了 我为您找来了 能与精灵魔力童话 拥有出色水魔法的魔导师 难得被人这么大夸特夸 诺尔有点紧张 都能和水精灵 签订暂时七月了 升个级和传说上的 海参结盟搭档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吧 简单说 诺尔现在虽然没有 温定离相助 但他有了新的伙 啊不是 新的帮手 也就是海参 李维亚 其实在这里 可以稍微提一句 诺尔和海参 李维亚渊源泼神 首先都是水属性 就不用说了 其次 诺尔的招数 从一开始 就叫海龙的炮响 在精灵篇 海底神殿 打维特的时候 诺尔爆发了 超大规模的大招 海龙的炮响 这一招 威力飞前 直接打断了维特半个臂板 而他呢 能打穿海底神殿 墙壁和空间魔法的海龙 就被海底居民认错 成了海参大人现世 老爷子激动的破音 直呼诺尔是海参的化身 随后再改口 称其为女神 这个伏别真的有够早的 早到大家都忘了 有这么回事吧 说回到现在 有海参帮忙那还怕啥呀 上罢海参大人 海参丽维亚 从诺尔尔尖头 可爱的探出 这还是先前不可一世的 威猛海龙嘛 简直 可爱的爆炸呀 直接从海参大人 变成海参大人了 这反差萌设定 也太戳人了吧 虽然变成小雪的模样 但海参 毕竟是海参 一出场 瞬间气势就不一样了 诺尔尔的魔导书 立马出现了新的魔法 索雷德被这动静吓傻了 他的表情 从震惊变成了绝望 什么 诺尔尔 你又变得更强了吗 索雷德很茫然 自己下定决心 要追上诺尔尔 可这开挂的速度 自己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啊 在他目瞪口袋之时 贾克诺和奇亚特 也不知道从哪冲了出来 跟着诺尔尔 一起发起进攻 他们俩守住前方 为蓄力的诺尔尔开路 诺尔毫不犹豫 顺着通道一路之冲 密集的水魔法笼罩周身 形成了高强度的保护罩 目睹一切的索利德 眼里说不定的布干和艳羡 没想到 最后能有实力和母亲较量的 既然是自己 从前最看不起的人 这没对比 显得自己更废物了 诺尔尔水魔法并身 海参 女武神之鱼一开 海龙神形态 全新的海参形态 与精灵童话时的形态 完全不一样 新形态一看就很有锋芒 从前是柔和的 像天使一样的翅膀 现在这锋利的鱼翼 倒更像地狱恶魔 更有纯正女武神的气质了 母亲大人 我要超越你 见诺尔尔越来越强大成熟 雅西埃笑得合不拢嘴 你变得如此强大 妈妈好骄傲啊 诺尔尔也不客气 上来就输出海龙的咆哮 新形态的这招 攻击范围变大了许多 而且乍一看比真龙还真 海龙顺发冲刺 长驱直入 但雅西埃一点没输气势 她游刃有余的穿破海龙 脸上的笑容从来没有消失过 她痛快的吼道 诺艾尔放妈过来吧 诺艾尔也迎赏势头 争锋相对 母亲 这正是我要说的话 说回尤诺和卢修斯这边 尤诺的星乐园 虽然很消耗魔力 但是天可卢修斯的时间魔法 星乐园还在生小 好歹把卢修斯削弱了一点 不过光是这样还不够 卢修斯可不只是时间魔法厉害而已 她只用拳头就挡住了尤诺的斩机 尤诺胆大欣喜 所到之处都留下了星体炸弹 双方弹开之时 星体G203引爆 但卢修斯强妙地避开了他们 还在星罗密布的星体中飞跃穿梭 卢修斯知道 这帅小伙有点东西 他依靠星魔法与风魔法的机动性 跟上了他预知和高速移动 两边速度越来越接近 但卢修斯依旧不慌 悠哉悠哉地躲开了星体追击 还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但卢修斯只是回头给他一个轻蔑的笑 随后再度空手揭白刃 紧接着他抓着剑往身后一抡 把握着剑的尤诺一并甩了出去 卢修斯对着尤诺伸出手 结束了 就用这一招来支撼你的灵魂 到这里就结束了 卢修斯想得很美 完全没想到 这小子竟然猜透了他的想法 在他伸手的刹那 尤诺身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护盾 这是风精灵创称魔法 南风之灵 东风西风北风都有 怎么可能没有南风呢 只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 南风竟然是盾 北风之灵的武器是几 变身看起来像是东基限定套装 这个形态系的尤诺 曾无视泽农自信的绝对空间 东风之灵的武器是弓箭 箭头 弓速快 杀伤性强 曾破开了泽农的绝对防御 西风之灵武器是箭 算是尤诺最常用的攻击技法了 但没想到 南风竟然是防御型武器 这突如其类的盾牌 给卢修斯整不会了 而这不是普通的防御盾 这是能将习想他的攻击 全部吹回去的疾风之盾 卢修斯蒙圈的邓大言收回了手 那是什么怪东西 这种离谱到他想不到的魔法 让他措手不及 而尤诺也抓住这个空档 上前对其发起进攻 等他擦肩而过 卢修斯才反应过来 他好像变得更快了 尤诺侧过头 紧张的看向卢修斯 当前的魔力和体力 没办法让他坚持太久 他只能速战速决 就让我用速攻极数战斗吧 刘修斯说刚才那突如其来的 一击的刺激 猛然想起了一些不对劲的事 太奇怪了 虽说尤诺正在消耗生命战斗 但在撕压草王国长大的他 不应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啊 在我的语之中 在未发生叛乱的黑桃王国 踏踏实实长大的尤诺 才是最强的尤诺 即便是那个尤诺 也要花费数年的岁月 才能掌握新魔法 然而这个尤诺 却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就持平 不 是比那个尤诺更强了 而且其他人也一样 谢尔巴家族的妖女 诺埃尔根本不存在 能长到这么强大的未来 危险人物红脸母狮子 也应该已经被莫里斯秒杀了才对 法格莱恩也该在更早的战斗中死去 还有那些没出现过的魔法骑士团员 也理应全军覆没 可现在他们还切实的活着 而且个个都超长发挥 顽强的不行 比达布斯的小强还要难缠 卢修斯的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 自己思考着 到底是哪里不一样 到底是哪里出现了偏差 在他分身琢磨所以然的时候 尔诺源源不断的攻了上来 卢修斯对上尔诺坚定不移的目光 这一眼让他有了苗头 尔诺的眼神里不只有对胜利的渴望 还有被人比下去的不甘 对他来说 他比阿斯塔差了很多 总是在决定性的时刻被抢风头 在鲁西法罗那一战中也是如此 只让他很不甘心 所以他下定决心 要不断克服困难 超越那些从前无法战胜的对手 究其根本 他最想超越的一直都是阿斯塔 这就是现在的尤诺 和预知中的尤诺最根本的不同 卢修斯顿物 这个尤诺乃至这个世界 他都没法看到他们的未来 而这都是因为阿斯塔的影响 使他的存在改变了预知